第133章 城市不足 外事有余 芸汐抱着一堆从药房里配出来的药 分别弄了几个药枕出来 给自己爷爷和蒋老爷子跟沈家二老都各自配了一份 抱着枕头下楼的时候 芸汐远远地就听到她爹和她妈在客厅吵架 站在楼梯上仔细听了下 原来是她爸局里的一个能源项目 从局长手里直接挪到了处长手里 等于说 局长跃权把项目交给了别人 他这个副局长成了摆设 芸远峰所在的能源局 可以说是全军国肥水最后的地方 全国所有的能源资源开发权 都得从他们局里劈下来 企业老板们为了拿到开发权 送离走后门的段数层出不穷 他爸身为副局长 能在里头唠叨的灰色收入 除了局长救赎他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爸选举 不是竞争其他部门高官 反而拼了命地想当上这个局长的主要原因 局长很快退休 这次他要是能上去 那就真是他的人生巅峰了 可现在一个大项目从嘴里飞了 他唯一能联想到的 就是梁秀琴最近捅的娄子 得罪了沈家 哎哟 我都说了 那是别人栽赃陷害 子凌啊 根本没有偷东西 哎 拍卖会安保僧严 她一个女孩子 怎么可能拿到里面的东西 不是她 还能有谁 你倒是给我说说 到底是哪根基要问题 啊 闹事 闹到沈夫人的拍卖会上 就连总统 都要买他的人家几份薄面 你倒是好 这么上赶着 去给我丢脸 一想到 那么一块肥肉飞走了 云云放旧肉疼的 恨不得奏梁秀琴一顿 真是 败家娘们 全他妈的尘世不足 败事有欲 我 梁秀琴瞪着眼 一脸的愤懑恼火 可偏偏又不能把芸汐 那个死丫头推出来 那个死丫头 手里有她偷了少帅 豫章的证据 要是让云云风知道 她让人偷了少帅的 私人物品 她非得把她 赶去家门不可 现在 不过是损失一笔钱 比起得罪少帅 后果 明显轻了很多 爸 站在楼梯上 云西抱着枕头下来 看到云西这个丧门心 梁秀琴咬牙切齿地 瞪着眼 梁嗖嗖的眼刀子 恨不得在她身上 戳出几个洞来 打从她回来以后 她就没一天的好日子过 爸 我听说沈老夫人病了 我周六 刚好去看望她老人家 嗯 应该的 云云风收敛了火气 满心希望 都放在了这个女儿身上 你记着 千万别失礼于人前 我知道了 云西看了眼 一旁坐着等吃饭的梁心仪 和云子灵 拿出成绩单 给云云峰签家长名 爸 开学小考 成绩出来了 老师说 这个需要家长签名 下周一要开家长会 云云峰看了眼 她手里的成绩单 考了第几名啊 云西梅说 云云峰自己拿过来 看了看 这一看到 成绩怎么样啊 云云峰抬起头 看向家里夺出来的一个外人 梁秀琴说 她是个福星 也没见她好到哪里去 她最近 甚至比以往更倒霉了 梁秀琴明显是知道 梁心仪沉寂的 脸色铁青地 瞪着火上浇油的云西 冷哼了声 哼 第一名又怎么样 谁知道 是不是作弊了 银元峰一眼扫下来 最终 在倒数第二名上 找到了梁心仪的名字 一仰手 狠狠把陈绩丹 扔到了梁秀琴脸上 揭开 接着 门 咱们 真的是 那麁 对 惹 夹果 这次 门 伤心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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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